还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 真的要小心这强风豪雨带来的灾害 轩蓝落台风现在逐渐逼近 有部分地区其实已经刮起了强风 现在基隆今天一大早就陆续发生了 阴架倒塌还有招牌掉落的意外 强风把这个阴架给吹倒了 就从高空坠落四散一地 还有部分的阴架被吹的是倾斜 悬挂在建筑物的最上方 感觉摇摇欲坠 险上怀生 正正强风吹过 发出嗖嗖声响 建筑工地最上方一整排阴架 被强风吹倒 向下倾斜形成扇状 常常在铁管弯曲变形 连同铁架以及帆布 悬挂在空中摇摇欲坠 工地一楼一整排的阴架掉落在地 摔得七零八落 铁管四散一地 还有许多铁管冲出护栏 挂在冷心道上 有民众要开车进工地 一旁骑机车的热心阿伯 赶紧上前提醒 铁架掉落意外 发生在凌晨四点多 由于轩兰诺台风逼近 刮起墙风 把基隆中和路上 工地的铁架吹倒掉落地面 所幸没有杂伤路人 警方到场后 为了避免铁架再度掉下来杂伤人 在工地周围拉起封锁线 并封闭一车道 在现场指挥交通 基隆的风真的太强了 不只吹倒铁架 就连店家的招牌 都被吹落在地 基隆人物路上 一大块长方形招牌 左半边倾斜倒地 只剩右半部还固定在铁架上 招牌掉落当下 把民众吓坏了 店家已经提前做防台措施 没想到还是发生意外 我们就先把他围起来 我们就把这个电针直接剪下来 所幸掉落的招牌 没有杂伤人 警方到场后封路 店家也在棋楼的柱子上 贴出告示要民众小心 首先拦落台风影响 部分地区出现强风豪雨 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加倍小心 记者朱丁荣 王毅德基隆报道 主要还是受到这 孙兰洛台风的影响 中部地区也传出 有零星的灾情 像在台中 昨天晚上就刮起了 有七级的强阵风 结果树倒了 砸毁了有四辆汽机车 另外有大楼外墙的广告帆布 也是被强风吹到快掉下来 至于在彰化宝山路 这里则是有一棵巨树 突然倒塌 造成了交通中断 民众上班是纷纷改道 还有人是冒险爬树通行 另外在二林这边则是有人经过树下 差一点被树给砸中 惊险画面现在也曝光 大风吹 一棵本来就倾斜的大树 硬生断裂 有民众当时走到树下 差点被砸中 他拔腿狂奔 逃过一截 惊险瞬间 这是在彰化二林的树倒意外 受宣篮诺台风影响 彰化刮起六到七级阵风 暴山路也有树倒 三十公尺高的巨树横堂马路 交通瞬间中断 拉起封锁线 架起三角锥 民众上班无法前进 纷纷改道 但仍是有人冒险爬树通行 台中一日晚间也刮起七 西区有大楼外墙 广告帆布被吹到狂甩 整片快掉落 还有停放路边机车阁的机车 宛如骨牌被风吹倒在地 北区晚间十点 则有树倒重砸在车辆引擎盖上 我们蹦一下 然后他们就跑出来 然后我就赶快跑出来 三部轿车一部机车当场被砸毁 大树重击车辆的巨响 更是让附近居民全吓一大跳 冲到马路上查看 台风夜可说是整晚不敢睡 一夜惊魂 记者程盛伟寒之心 陈广二王石函 张化台中采访报道 这台风真的来势 再来看的是发生在桃园 惊传一起粮食枪击命案 桃园有一间出租套房 两名男子疑似被行刑式爆头枪杀 一名疑似凶险的男子在晚间进入套房里头 要求房东还有另外两人离开 说要谈事情 等到房东再回到套房里头 就发现两名死者的头部中枪 沉湿在房里头 警方现在已经锁定了特定对象 强力追起 桃园这栋大楼的出租套房 惊传一起两死枪杀案 而画面中的这名黑衣男子疑似就是凶险 男子上楼前似乎还先拉好枪击 准备打开杀戒 就连电梯内都可以看到斑斑血迹 画面骇人 凶手手段凶残 可能是残忍的 行刑式枪决 事发在桃园中华路这栋大楼三楼 这里几乎都是出租套房 出入复杂 一号晚间起点多 疑似凶手的男子 进入有五人的套房后 说有事要谈 要求房东及另外两人离开 八点多后 监视器再次捕捉到这名男子身影 他左手提着一个塑胶带 右臂有明显刺青 匆匆忙忙离开 等近十点时 房东再回到出租套房 一开门 就看到两名男性友人 倒卧血泊之中 头部重弹 已经明显死亡 吓得转头关上门 赶快打电话报警 一旁住户听到也十分害怕 我们也吓得要死啊 警方抵达后 第一时间封锁现场 进行彩证 把房东带回调查 并调阅监视器画面厘清 警方表示 死者和范贤关系 还在调查中 两名男子遗体 也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 力求在最短时间内 尽速破案 记者游市长吴一轩 桃园采访报道 这台北市南港 有名富人 他日前回了娘家 大吵又大闹 被家人给制止 没想他居然打电话 找人来助阵 最后变成了近十多人 就在街头打架 警方赶到现场 他们又爆发了 第二波的冲突 嫌犯甚至当着警察的面 打成了一团 最后通通被依法送败 街头有人聚集到欧 警方到场 这群年轻人 竟然当着原警的面 爆发 跌破冲突 时间往前推 台北市南港这处民宅 凌晨两名富人 在街上大吵大闹 越说火气越大 甚至出手拉扯 最后叫来疫情人 打架闹事 吓得附近邻居赶紧报案 警方调查 妈妈家住桃园 平常没有工作 日前一位家人继日 凌晨回到娘家 酒后失控闹事 惹了大儿子和阿嬷 出面制止 妈妈接着打电话 找小儿子哭诉 对方找来六人助阵 但还没帮上忙 先犯先内侯互殴 局面依妨害秩序 伤害罪依法送办 她的母亲也很强势 因为她很傲气 我们也很少跟她打交道 打人的妈妈 和来助阵的儿子 都有妨害自由 和伤害秦柯 大半夜家人起头脚 一年爆发好几波冲突 恐怕得到警局 好好参谈 继续聪安路新 前报道 台中市刑警大队 他们日前侦办了 一起诈骗案件 机房还有成员 他们是藏匿在 坛子一栋 透天塑里头 那另外在一楼这边 他们身的男子 全是诈骗集团成员 这回能顺利逮人 突击梯车 可是一大功臣 突击梯车 能360度旋转 让维安特勤警力 迅速攀爬到二楼 诈骗集团的机房 藏身透天错内 一楼有监视器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特地出动 罕见的突击梯车 而查起赖姓主贤 盗案时手机证传来 大哥饿了的讯息 原来是机房成员 等着他送餐 统统被逮个正着 罕见的 踢车装备过往 除了演讯之外 手度曝光上镜头 实地攻坚 机房和多名嫌犯 一举破获 记者连元兵 王柏英 台中采访报导 有一名16岁的少年 他居然骑妈妈的机车外出 结果下雨了 他没有穿雨衣 想说急着赶快回家 就这样子撞上了前方 正要倒车了轿车 他整个人往前飞扑了 有10公尺 又撞到前方的车辆 他的摩托车在地上打转 撞击力道猛烈 还好他人只有受到了擦错伤 没有生命危险 白色轿车准备倒车入库 这时后方一部摩托车 其实根本杀不住 原本想往缝隙钻 但龙头没抓稳 失控冲撞 甚至撞上前方 停在骑楼下的轿车 骑士撞飞10公尺远 摩托车还在地上打转好几圈 事发地铁在南投中南路 民间路段 幸好骑士送医 只有手脚擦伤 没有生命危险 事后警方调查 原来摩托车骑士年近16岁 当天骑着妈妈的摩托车出门 下了雨又没穿雨衣 急着返家 路上出了车祸 造成程序民众 四肢多处擦措伤 唯意识仍然清楚 未成年16岁骑士 无照上路 骑妈妈的摩托车 下雨急着返家 看见前方车辆倒车 反应不急 先转后车厢 又转路旁车辆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否则妈妈的心都要碎了 解释本翔 南投报道 而在屏东发生在深夜的时候 有三辆车就在大马路上呢 玩命的飞车追逐 不断的蛇行 逆向超车 甚至大回转是样样来 甚至还拿出了球棒 沿路逼车 最后两辆车把对方给拦了下来 拿起球棒 就是一阵狂杂 打破了挡风玻璃 也把后照镜给打断了 据了解呢 他们是因为玩网路游戏互呛 约在现实世界单挑 结果其中一方还料人来围殴 凌晨12点多 民众停的红灯 突然右边一辆银色轿车 创红灯进急右转逃密 左边黑色轿车逆向行驶 灰车开过头原地回转 我看到有人开车 追着一台车 然后拿着球棒 在常治国民中学 目击驾驶下坏了 打电话报警 口急快说不出话 跟上前一看 银色轿车 果然被两辆车拦下 四名扼杀下车 拿球棒就是一阵乱砸 挡风玻璃碎裂 后照镜全被砸断 他会逼停在路边了 他在打车 看到三四个人在砸那台车 球棒对砸车 目击民众彻底吓坏 裁呦们只想快快离开 但两辆车又突然一直跟在后头 一度以为换自己被追车 他们在逃走了 他们在逃走 往屏东四个方向 半夜也 这里也没有人 双方因在社群软体IG上互呛 而引发冲突 目击民众拿行车记录器报案 警方寻线找到被砸车驾驶 他说跟人在网路上玩游戏互呛 约现实来苏娘 但对方不讲武德 绕人为殴 警方也寻线通知砸车扼杀 到案说明 询问后以妨碍秩序罪 移送法办 记得张庄王书宏屏东报导 来看到这场面是民众参加新北无果的重机展览 结果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 是一位showgirl 她就靠在一辆B&W重机上要摆拍 结果下一秒钟 蹦的一大声 重机整辆就倒在了地上 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 民众是疯狂惊呼 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更是狂喊 这直接喝成交了 重机展上人山人海 大家忙着专心上车 这时 怦然巨响 民众瞬间放声大叫 仔细看竟是一辆重机 硬身倒地 一秒成为全场纠点 众人费了救牛二虎之力 才将重机扶起 围观民众傻眼狂问 怎么回事 来 我们倒转放慢看 竟然是一名展场showgirl 把屁股靠在重机上 马上悲剧发生 原来她忽略了这个拍照关键 在一边商品合照的时候 重心都会放在自己身上 那你就会假装靠着商品 跟她有点互动的感觉 然后再摆一些动作这样子 但其实重心都是在自己的身上 影片曝光后 更引发网友热议 笑翻直呼 重机这一岛成了鹤城郊现场 showgirl这场恐怕没薪水 还要倒贴 这张网美照又够贵啊 因为这辆重机还真不便宜 那台车的话是BMW 台湾的价钱的话 是在26万 最怕发生就是倒车啦 一定受损 那就是没有卖相 轻轻依靠 直接现场交车 领不到钱还要倒赔 这下真的BBQ了 记者又为林黄玉兰参谱报道 后财不会引发消费九分 记者杨氏区 翁家瑜台北参谱报道 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 可能大家已经准备好 要来烤肉 但是要有心理准备 今年的荷包 恐怕又要大失血 主要像是烤肉的主角 腌猪肉现在一斤已经长到了 有160元 香肠一斤180元 至于秋刀鱼的涨幅五成 可能让大家最有感 白虾小卷也涨了 有一到两成左右 民众大喊 真的什么都好贵哦 如果是一家四口来烤肉的话 买400元的腌猪肉 平均一人 恐怕只能吃到三片而已 腌好的猪肉片一盆一盆端出来 婆婆妈妈毛起来夹 烤肉趴提前烤起来 这个烤的 买得很煎的啦 中秋买气虽然还没有感觉 但食材涨价一斤超有感 高雄传统市场腌猪肉片 一斤160元 香肠一斤180 如果一家四口烤肉 买400元猪肉2.5斤 大约只有12片 平均一人只能吃三片 一个人一两片为止 三片也可以这样 就四个人就吃今天就可以 大概400块左右 海鲜类也涨价 小卷今年一斤220 比去年涨一成 进口白虾今年一斤240元 涨幅两成 而不少人爱的秋刀鱼 涨幅五成超有感 烤肉变好贵 如果一家烤肉 准备三斤小卷 三斤白虾 食尾秋刀鱼和五斤猪肉 要比去年多花380块 贵的很贵 贵 这样2000块买得到什么东西吗 2000没有买什么啦 什么东西都很贵啊 肉啦 菜都有涨价啊 烤肉常见的蔬菜 青椒一斤80元 玉米一支25 香菇100到150元都有 下周中秋节恐怕再调涨 今年烤肉趴 民众的荷包恐怕得多 准备一点 记者嘉义高雄综合报导 来转过疫情啊 国内本土疫情已经连续三天 标破了三万例 指挥中心是预估 这波疫情高峰过后 将会呈现一个社区低度流行 到年底 病毒不会消失 最好的方法就是打疫苗 而美国FDA最近就批准了 还有对抗BA.5的 双架次世代疫苗 不过台湾却决定继续审查 当初谈定的 还有BA.1的双架疫苗 专家的建议是 应该要购买BA.5 双架疫苗 保护力最高 而且应该要让全民都能接种 国内疫情明显升温 8月30号单日新增 个案数重返三万例大关 9月1号新增 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五例 连续三天单日确诊破三万例 这波疫情恐怕无法完全结束 局中心发言人专人想表示 除非有特别有效疫苗 否则会重复感染 疫情高峰后将低度社区流行 延续到年底 想突破病毒重围 得靠打疫苗 美国FDA近期批准 武汉珠加BA.5次世代疫苗 不过台湾决定继续审查 当初谈定的武汉珠加BA.1次世代疫苗 但对抗BA.5保护力恐差一截 你换成BA.5效果就最好 如果能够把部分改成BA.5 我想这是一件可以考虑的事情 实际比一比 对抗二末孔保护力 跟原始株疫苗相比 BA.1双加疫苗增五倍保护力 但BA.5双加疫苗可增八倍 辉瑞次世代疫苗 也有增六倍保护力效果 中国副议副院长黄高斌表示 国际间流行病毒 以BA.5为大宗 到时台湾还在用旧版 BA.1双加型疫苗 防疫效果恐怕有限 建议政府应加快 准备审查武汉株加BA.5双加型疫苗 但黄立民也忧心 若引进BA.5双加疫苗 时辰上可能会比BA.1来得慢 最快可能要到10月11月 才可能会出现 黄立民建议中央 还是要买辉瑞次世代疫苗 提高接种率 且无论哪种次世代疫苗 购买数量应足够让全民接种 即使是年轻人 也是有可能会重症 所以全民应该都要打是比较好的 刚打完第四季 一般是希望间隔三个月左右 再去打新的疫苗 BA.5席卷全球 次世代疫苗陆续问世 势必有将先起一场疫苗抢夺战 记者杨七号要强于台北 采访报道 这件苗里有位女大生 她中午的时候是独自待在家 听到了一楼的铁门有声响 她发现家里猴怎么被小偷给潜入了 对方甚至一度上楼 女大生吓得赶紧锁上了房门 传讯息向父亲来求救 而调语的监视器发现 这小偷竟然是爬上了气窗 用倒掉的方式打开了门锁 尽管当时她并没有得手财物 不过让当时人就在家中的女大生 吓得不断发抖大哭 心有余悸 小偷推开气窗 探出头 接着她向特技表演几乎一半身体倒挂在窗边 伸长了手打开门锁 她整个人这样翻下来 床入民宅在屋内到处搜索 仿佛进入无人之境 甚至上楼寻找心切目标 但可怕的是屋主就独大一的女儿 当时人就在家里 发现小偷入侵 立刻躲进房间反锁 传讯息向父亲求救 我好怕救命 全程将近十分钟 屋主女儿与妾嫌同在屋内 警方到场前 小偷早一不离开 警报解除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 锁定小偷是一名卸性通气犯 他先打开民宅铁卷门后 又爬上宽约50公分的气窗 倒挂开门锁 屋内绕了一圈 并未得手财物 也幸好屋主女儿击警 将自己反锁房内 没和歹徒正面对决 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记者彭志明杨胜吴彭馨 苗栗报导 这在高雄凤山知名的恐吓取材 而花莲警方是破获了一个人蛇集团 这陈信嫌犯 居然是柬埔寨人蛇集团的干部 至少诱骗了有30位以上的民众 到柬埔寨 很多人到了当地 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多名警力围在黑衣男子身旁 要将他带上警车 黑衣男子没有反抗 似乎早就知道警方来疑 这名遭逮的黑衣男子 就是柬埔寨人蛇集团干部 成型男子 他把台北中山区齐林路的 一栋出租大楼 当作收容被害人的重计站 花莲钢筋总队接获勤资 终于一举破获 警方想查此据点后 竟发现有多达2至30位的国人 受骗之柬埔寨 该诈骗集团作业模式一条龙 先是在网路上 PO出招募文拐人 并由专人带到外交部 办理护照和手续 出国前就先集中到中计站管理 搭机出信时 也有专人盯场 一路送往柬埔寨 画面中可以看到 被害的金系女子 被另一名父姓嫌犯 带去办护照 两人分别坐在两侧 没有靠得太近 在机场内也刻意保持距离 避免引起警方注意 而金系女子7月31号 搭机到柬埔寨 至今音讯全无 承信男子最后以15万元 交保限制居住 警方再度呼吁 国人不要轻信高薪招募广告 以免受聘上当 人才两失 记者有提交 吴亦轩花点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好 在中午的这个时刻 目前第11号台风 它的移动速度 也已经开始逐渐的加速了 从在昨天的下午以后 开始中心近似滞留 到了今天的早上 接近中午的时候 速度从7公里拉升到11公里 现在目前速度 约在13公里的速度 朝着一个偏北北西的方向移动 那我们今天从什么来看 先从这张真实色彩的云图来看 先注意到 台风的中心位置 你可以注意到 整个云系的发展 最主要它可以 环流结构带上 也可以看到台风眼清晰可见 目前台风的中心位置 就到了这个地方了 到这里之后 它现在距离我们的 鵝兰比的正东方海面上 约是在430公里的海面上 那从这张动态的云图当中 也可以注意到 外围的云层的进入 使得北台湾地区的 山区的降雨状况比较明显 因为台风的外围水汽的影响 但整个台风的降雨状况 到今天的早上到现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包含了新北的山区部分 包含了新竹跟桃源山区 以及阳明山地区这里明显 还有一个就是宜兰的太平山 花莲台东这里只有林青的降雨 西半部地区只有山区有点雨 在平地的部分只有云层量多 那我们接着就来 从这张彩色云图 来看看它整个动向 目前可以注意到 它的移动速度来说 随着北方的整个潮线 开始逐渐的出现 它将要开始逐渐的 要往北的方向移动 但北转的角度 可就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先从现在这个时候的 整个海上警报 发暴的范围来看 就注意到从北部海面 一直到东部海面这边 都是海上警报的发暴范围 台风的中心 现在目前已经到达了 俄兰比的东方海面 正在逐渐的往北的方向走 但北转的角度就很重要 如果比较偏东一点走的话 相对的 它就会在我们海面上通过 如果在未来的六 七个小时 它是比较偏西走的话 那也就有可能暴风圈 刚好就要勾出到 我们东北角的陆地 所以对于我们的天气系统来说 最主要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近海的风浪已经明显的增大 海边活动 海上作业要注意 影响时间在今天跟明天两天 因为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台风的中心就已经到达 彭家雨 钓鱼台北方的海面了 不过这天气状况来说 在今天到明天的时候 北部跟东部的朋友 山区部分降雨多 山区活动的朋友要小心 外厂商来进行修补了 特别提醒 针对着中度台风呢 相关单位气象局也已经发布了海警 而南部地区虽然没有风雨 但是雨风势却逐渐的增强 而高铁的左营站周遭的停车场呢 现在这车棚也被整片给吹得掀起了 详细的内容 我们请记者黄世云带我们关心 好 主播台风轩兰诺虽然呢 在这个南部地区还没有明显的雨势 但是在高雄市区已经可以感受到 这个风势有增强的趋势 在高铁左营站这个周边的 民营的停车场 有活动式的车棚 当不住强大的风势 整个被吹到掀起来 那原本应该是在地板上的支架呢 被吹到悬空挂在半空中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是紧急来做善后的处理 因为呢就怕如果又有一阵强风的话 恐怕会造成意外 而因此呢也有多部的这个机车 被风吹倒在地 那根据高雄气象站的观察 在高雄的风势这边呢 可能会达到六到九级 那空旷的地区会有强震风的出现 所以要提醒民众骑车出门 要多加小心留意 以上目前最新 先把镜头讲捧内 而这轩轮拦诺台风 其实它逐渐影响到台湾了 虽然它现在是减弱为中台 但是千万不要轻忽 它可能带来的风雨 气象局已经在今天早上八点半 发出了今年的第一个海上台风警报了 而且不排除会发布陆举 日估包含了新北市桃源市新竹县 还有苗栗县山区 这个总雨量最高可能会达到有700毫米 苗栗以北的平地也可能有达到500毫米 而气象局长正明点跟Po文分析了 等到整个发展条件转加 轩兰诺又会再度增强 重新变回了强烈的台风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海浪强烈拍打防波堤 受到台风影响 基隆沿海风浪渐强 另外南方澳渔港 大量渔船都躲在港内避风 还有海巡巡视海滩 要观浪民众别再靠近 轩兰诺顺然转为中台 但是威力不容小觑 气象局早上八点半发布海警 而且不排除发布陆景 预估它的暴风圈正逐渐进入巴士海峡 缓慢地在原地稍微打转一点 然后在未来下半天 以每小时六转十一公里的速度 慢慢向西北转北的方向前进 这次在台北市失灵区一家水产店的员工 当时打烊了他正要回家 没想到遭到五名扼煞 持刀滚炉走了 痛殴囚禁他有六个小时时间 而在过程当中 对方还逼他签下了本票借据 被害人最后急忙筹坐 二十万交付才顺利脱身 而警方事后也逮捕到嫌犯 嫌犯辩称是因为被害人 交易水产批发谈不拢 所以才会索赔偿金 不过警方发现 其实这个暴力集团 他们根本就是刻意来敲竹杠 没有想到先前还跟被害人 勒索五十万不成 现在将人囚禁恐吓取材 黑衣男子在水产店门口集结 之后就直接闯进 准备打烊的店内囚禁店员 只见六小时后 一群人得手二十万快闪 离开现场 事发就在台北市市林区前港街 被害人在水产店工作 晚晚没想到竟会被上门恐吓取材 原来涉案的装性嫌犯 和被害人批货水产 遭到拒绝 双方爆发久已纠纷 嫌犯分而找大哥帮忙乔事 灵性主贤不只直接到被害人家中 索讨五十万 今年三月还带人闯入被害人工作的店内 将人囚禁灵虐 当时被害人和女友遭限制 整整六个小时 过程中灵性主贤和同伙持刀棍殴打恐吓 逼钱借据本票 被害人急忙抽出二十万才顺利脱身 被害人的讲法是 他跟犯嫌是有认识 但是没有任何纠纷 那犯嫌讲说有真相的红来纠纷 嫌犯坚称双方是交易纠纷 才会向对方索取赔偿金 但被害人向警方攻称 根本没有买卖交易 是对方刻意敲竹杠 警方怀疑灵性主贤为首的暴力集团 眼见被害人有力可拖财 假借买卖纠纷恐吓取材 现在警方将五名嫌犯统逮捕 并持续追查集团 是否还有涉入其他暴力案件 记者张佑茨让杯子采访不到 就在Moveree一节守护行动里 我敢骗脑 这是在高雄有一位63岁的和尚 他到银行说要汇7万多新台币 到海外的账户 行员一看不太对劲 也立刻报警了 而这位出家人说 其实是有位网友声称 要捐赠他2.1亿元的善款 不过要求这位和尚 得先缴7.6万元的政府税 才有办法把钱汇到台湾 他差一点点就匡辩成功了 一名老和尚在银行柜台前 准备要汇7万多元的税金 到海外账户 行员觉得怪怪的 马上通报警方 有人发信息给我来问一下 你认不认识 那线上的网友 一问才发现是网路上认识的网友 要求他汇款 我出家人人家要汇钱给我 要布施 当然是没问题 我跟你讲 如果说他汇钱给你 叫你去交手续位 那些都是骗人的 事情发生在高雄 这名63岁的出家人认识一名网友 还告诉他从法国捐了一笔700万美金的善款 大约是2.1亿元台币 已经汇到和尚的账户了 出家人紧张得到银行确认 却发现没有人捐款 传讯息问对方 竟然要求他缴2500欧元的政府税 大约是台币7.6万元 差一点就骗倒出家人 在男子汇款时 银行员急紧发现 不是标准的诈骗陷阱 也停止汇款动作 顺利保住反向 网路诈骗评传 这次竟然连出家人都不放过 假装要捐2.1亿巨额善款 车谎不打草稿 信号被及时阻止 记得拆双集 陈南山高雄采访报道